你之前曾經講過 柯文哲後來他不要發言人 他只要瘋狗 只要能夠咬人他就好了 就沒有想到 找了一個瘋狗中的瘋狗 咬人中的咬人 叫做陳志漢 真是對他的緊咬如滔滔江水 他又把心鬧大了 不是 你奉命咬人可以 但是你總要做一點功課 尤其你領20萬 做功課是你應該做的事嘛 陳20難道不能爬梳一下資料嗎 大家知不知道 剛開始民眾黨 故意把風向帶到高雄的 國賓飯店 大家記不記得 那時候我就說 OK要查高雄國賓也可以啊 台北國賓也一起查好了 因為這兩個國賓 都是一起去爭取為勞獎勵 台北國賓拿到40%的獎勵 高雄國賓拿到36%的獎勵 但是重點是 台北國賓是柯文哲給的獎勵 要不要一起查 後來我看到民眾黨 就突然又不提高雄國賓了 然後結果這兩天就跑出來 打一個新竹的兒童醫院 那新竹兒童醫院就更瞎了 先不要管 第一個是兒童醫院 然後金華城是豪華商辦 然後再來這個新竹兒童醫院 是BOT案 也就是他任何的樓地板面積 跟容積率 未來都還是市政府的 可是金華城的樓地板面積 都是省慶金的 一個是市政府的 我讓他蓋再怎麼多 以後他幫我蓋好 以後都是還給我耶 現在是你他的錢耶 後來都是我的耶 再來就是大家知道 醫院的樓地板面積越大 可以收容跟收治的病童數就越多 這有什麼不好呢 最多市政府多跟這個馬街 多收一點權利金而已啊 再來第三個 陳次郎可能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 新竹市現在是民眾黨執政 所以你如果說新竹市有弊案 不用喊到賴清德 喊邱承遠就好了 現在很多人就去敲碗說 邱承遠移送邱承遠移送 陳次郎挖了一個好大的坑 給他們的邱承遠市長 請問一下邱承遠市長 敢移送新竹馬街兒童醫院嗎 他敢移送這個造福新竹 讓新竹很多 他不只是兒童醫院 他還有富喔 他有富跟幼是一條龍的服務喔 所以我不知道現在邱承遠怎麼辦 然後今天你知道新竹市發 講了邱承遠講了一個非常 含糊非常為難 非常糾結的回應 他說我們新竹市一向 非常照顧兒童的權益 他根本不知道怎麼去回應 戰狼姐姐挖給他的坑 所以我們說嘛 你發言人也好 你瘋狗也好 你去咬別人就算了 怎麼咬一咬變成咬回自家人 我不知道說 我曾經聽過那個 人瘋起來連自己都咬 我以前覺得那個是笑話 果然人瘋起來連自己人都咬了 我只聽過人瘋起來連自己都怕 就我不知道他現在知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但是我認為啦 他的這個亂咬是有策略的 為什麼 他有策略的 對 因為他要把所有的資訊 搞得一塌糊塗 讓小草無從分辨 無從分辨 那就只能聽盡於他 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也無從去幫他一一解釋 他講的那些亂七八糟的話 他甚至還講說 那新竹醫院也是行政法院判說沒有問題 那為什麼我們的金華城不透過行政法院 要透過司法 新竹醫院沒有行匯跟收匯啊 你這個有行匯跟收匯 而且人家行政法院已經判說你不可以這樣 你已經判你贏了 對啊 那個是行政處分的問題 你這個是刑事犯罪的問題 這是兩個不一樣的事 你要我怎麼去教你呢 我沒有想到說 當年柯文哲的市府團隊都是這種咖 副市長是黃珊珊 彭正森 然後機要顧問是陳志涵 我怎麼去跟他們上這堂市政課跟法律課呢 不是 你如果說我今天我要跟你談數據 我至少也知道說是1加1.2 你再跟我會1加1.3 我根本跟你談不下去了 他已經在揮說為什麼1加1不等於0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說金華城的案子 他現在還在揮行政法院 大家可能不知道 當時金華城就是一開始打行政訴訟 輸了以後 都委會說市府贏了 不用給他補償 所以他之前的方案1方案2方案3 全部都不用管了 結果金華城天才的跑出方案4 然後柯文哲也天才的給他一個方案4 請問一下都贏了 為什麼還要給他一個方案4的補償 而且最誇張的是 最後這個方案4的 所獲得的樓地板面積遠超過之前三個方案 好所以宇軒 剛才講我沒有想到 陳志涵怎麼會走到這一步 剛才講的他瘋起來連自己都要 而且我覺得最簡單的是 這是一個最簡單的 是一個公益跟私利的一個區別 他完全沒有概念 他完全沒有價值 不然保留了 其實陳志涵很奇怪嗎 因為我們講 第一個你咬的到底是誰 你咬的是邱成員 你知道整個底下留言刷一整嗎 大家都在講說什麼嗎 講說我要來路過 我路過來看這個火燒票商現場 整個邱成員我跟你講 想都不用想 民眾想不想 馬上又被陳志涵 拜了之後五萬十萬票去 直接罰一罰我就全燒了 因為理由很簡單 第一你講的東西一個叫做私利 就是說金華城 也就是沈慶慶他個人的口袋裡面 Michael Michael 一個叫做公益 因為當今天我們講的醫院 我們講你就算榮基獎勵給他一千 我都沒意見吧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照顧都是病童啊 現在整個新竹他們講新生兒 我們講非常非常多 全台灣幾乎之冠名列前茅 所以他們非常多人在底下留言說 對喔 現在全台灣新生兒最多的就是新竹 因為他有台積電 因為當時是有人去跟林志堅陳錦 我也不喜歡林志堅嘛 他論案 但是就是有人跟他陳錦說 這個市長啊我們希望說這個新竹醫院 兒童醫院 兒童醫院喔 能不能蓋大間一點 所以林志堅跟他掛波警說 好沒問題 我覺得榮基獎率 想辦法給你拉到450 結果寶梨哥你知道陳讚說什麼嗎 土力 土力 抓到了 不過陳錦他想什麼 他要照顧兒童欸 小姐 他要照顧兒童欸 他說我們多收一點兒童欸 然後最後這個樓地板面積 也會回到新竹市政府 然後呢照顧的也是兒童 我從來沒有聽過 各位華天下之大雞 有人在跟你討論說土力醫院 然後你知道嗎 底下這個最高行政法院 已經判決囉 我們剛才有聊到 金華城有沒有打行政法院 有喔 那判決結果是什麼 輸喔 土法局申訴喔 然後陳讚到現在 還在跟你硬拗說 沒有啦 我們這個馬接醫院喔 就是我們講 就算你不能拿兒童來當擋鍵盤 我們這要公益啊 你要很多家醫院來招標 不是啊 你在說什麼 這不是賺錢的事業 今天馬接醫院是用財團法人的身份 來去做我們講的 是對醫院這種服務性質的東西 他只是要硬拗說 這個所謂的榮基率的問題 是地方政府的問題 如果新竹可以給馬接 這樣子的榮基率的整理 為什麼台北市不可以給金華 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他有公益跟私利 也就是我再講一遍 如果今天台積電要到台北市 或者我們剛剛講的 NVIDIA要到台北市 今天包括蔣萬安 蔣萬安如果要爭取NVIDIA 你今天包括北市科 你要給他很高的榮基率 你要給他很大的優惠 我們都歡迎 因為台北市現在正在沒落當中 台北市因為科文人的關係 我們停滯了八年 我們需要新的產業 我們要新的機會 我們台北市要發展 如果誰給我新的機會 新的發展 同時剛剛講的 這個是兒童醫院 這是照顧青少典的 他有公益性質 台北市民當然可以支持 你給他更多的優惠 可是我幹嘛要給衛星小城 我要不幹嘛要給衛星 我幹嘛要給新華城 沒有道理啊 不是 寶如我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今天土利兒童 你願不願意 我願意好不好 土利兒童成千上萬 你要給他一萬榮基率 我都沒意見 土利神經經我同不同意 不同意 你要給他一趴 一趴我都不要 就這麼簡單的問題 而且你知道 當陳志涵發文之後 你知道誰的臉書被關爆嗎 你以為是陳志涵對不對 不對 是邱承遠被關爆 邱承遠被關 邱承遠 來來來 我們剛好邱承遠 他竟然在臉書上說 馬街議員呢 是獲得了金破獎的 政府最佳團隊獎 算啦 他說這個東西呢 衛生局同仁的努力 才有今天的成果 而且照顧了兒童 我們相關的部件計畫 未來我們衛生局 還會積極輔導 所以陳志涵你的意思說 你們的縣市首長 在積極輔導一個 土利廠商 一個違法的建物 一個應該要拆到建築物嗎 所以各位你看喔 底下的留言 馬上灌爆了 網友在說什麼 趕快要聽志涵啊 去查兒童醫院啊 貴黨說很不公平耶 茶馬街屁喊 甚至有人講說 你當時要派怪手 給你給你聽聽聽 其實有怪手 對嘛 違法我們要講的 恢復原樣啊 甚至人家講說 趕快去查 人家你看 最慘的是什麼 現在大家擔心的是說 不是耶 我昨天還帶我小孩 去找核子公證 各位這就是網友的意見喔 真的喔 新竹市民意見喔 我昨天還帶我小孩 去看醫生 所以我不知道你陳志涵的意思是什麼 我是新竹市民 所以你的意思說 要我們現在直接把馬街議員拆掉嗎 還是說叫我們這些人都不要看嗎 所以我拜託一下 你陳志涵到底在講什麼 所以對於現在的新竹人而言 因為陳志涵只是為了要救一個 柯文哲叫做為為救照 結果沒有想到 他為的不是為 他為的是邱 他為的是邱成員 把邱成員給圍死 不是他現在會修國僚 把自己的本 把自己的本家都燒了 對而且也沒有救到 為什麼 因為我跟你講柯文哲如果看在裡面 他也會盯著監視器看 盯著監視器看他說 陳志涵你到底要搞什麼東西 你要把我給害死是不是 那他到底是不是要害死柯文哲 不是啊 我跟你講陳志涵根本 如同剛才講的 根本沒做出功課 因為今天他連我們講公立 連私立 他也去分不清楚 對他來講各位 你不要誤會了 我自始至終 對於我們講陳志涵胡說八道 我都深信了他是什麼 發自內心相信 我也認為他發自內心相信 阿北是無罪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黃國昌有讀書 黃山山有讀書 他們都有選法律 但我現在深信一個事情 陳志涵真的都沒在讀書 不懂 我們常常開玩笑說 千里為官只會財 我現在在柯文哲身上 真的看到千里選舉只會財了 所以以後如果說這個 等於起訴書亮相以後 發現我們的前台北市長柯文哲 居然是一個億萬富翁 我不知道那個時候的民眾黨 看起來最近 看起來他們這些重要的幹部 情何以堪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來講的話 我要講這個本案的內容 有一個怪異的地方 什麼怪異的地方 第一個我告訴你 因為我對威京集團 算很熟悉的 他們就兩家上市公司 一家就是中石化 一家就是中華工程 這兩家公司營運 情況都不是很影響 但是他已經能夠一次拿了四億多 四億五千萬 四點三億 四點三億出來做公關費 在會計學上根本講不通 因為公關費 會計學你包不了 做帳也做不了對不對 所以我懷疑 那可能不是這兩家上市公司出的 上市公司有很多集合的 有很多金管會會直接管 交易所會直接來插合 你看弄了那麼多錢出去 四億三千萬很可能是 從頂月開發出的錢 那頂月開發沒有上市 對 就一下要搬到四億多的現金搬出去 這是很大的動作 連那個什麼黃大洲這種 這種都已經退休老人 也莫名其妙分了三百萬 兩百萬 兩百萬 不管怎麼樣 我認為他二十萬都不應該給他 為什麼他 那我們要反過來問 小省是那麼大方的人嗎 當然不是啊 對啊 大家都要幹這個幹什麼呢 對 就餘木混租嘛 他要把這個錢拿出來 然後分給大家看起來 像獎金公關費一大堆 結果最重要的關鍵的兩三億的錢不見了嘛 那個錢就是有可能拿去行賄用 對 那行賄用的錢 就在同一個時間發生了嘛 那當然那個時候的柯文哲 他自己盤算到 他知道 大順要去幹了嘛 他當然很清楚知道這個事情啊 所以今天看到的 並不是印小微那個一千五百萬 那個印小微那一千五百萬 也可能也在裡面 因為這個東西啊 都是大家臭嘛 為什麼 因為小省的這個 小省的企業啊 目前都是獲利不好的情況之下 所以他一定要從公司裡面搬錢出來 他講說是 他不同的子公司 生公司還沒勤勤 把錢弄過來的 一般來講的話要行賄的人喔 應該要 就是柯文哲應該要跟有錢人合作 那我就不需要去掏空公司再給你 我就從口袋掏出來給你 不就很簡單一件事情 結果你跟一個經營不散的公司 合作的結果 你要等他先掏空 先掏空 掏空完了我才分得到 萬一掏得不算的話 那個招一手就來了 對 怎麼可能有一個公司 抱一筆四億多公關費 他這個錢最後一定是兩個方法 一個現金 整個就給付給這個 給這個 某某人 給某人 對不對 但是我覺得不太會 這個太困難了 因為那個錢很難藏嘛 非常難藏 我本來還想過說 有沒有可能透過下包來弄 不對 下包太複雜 下包這個耳目眾多嘛 那這個事情就一個辦法 就是我 小沈 你老柯 我們一對一幹了 這個事情就結束了 那怎麼幹呢 一拍兩拍 那很簡單嘛 就是USB嘛 USB是藏錢的最好的方法 找盤商幹的 盤商就買了 盤商把現金搬走 就砰就打給柯文哲了 你知道嗎 還有盤商 當然這裡面畫 所以那個就等我們那個 陳文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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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文錦比我還內行 我已經是差不多 壞事都差不多懂一半了 陳文錦大概比我懂一倍 所以這個錢我認為 會出問題的點 會出在第一個發生點 在兌換區尼幣的第一個點的時候 出問題了 然後那個點不需要任何人證明 我只要抓到你那個交易口 對 你們兩個都不承認沒關係 我就可以就把你辦了 因為這個東西鐵陣如山 在柯文哲手上